阿一,聽不聽到? 今天我想繼續清晰運動 我們還有少許是未做完的 清晰之前我們先對一對功課 阿一,聽不聽到? 阿一,聽不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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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一,聽不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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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了,我找不到真字,我想給你一句,好,我發給你一句,拜拜。 沒有戴 沒有戴嗎? 沒有戴,不要緊 你看吧 兩份都沒有戴嗎? 我稍後印給你 上次應該是兩條條題目 先拿回心博 剛剛第一份心博控制 後面還有一半題是未做的 但其實第四題是你們完全學過的 我們一齊對一對 我稍後再印給你 你應該... 我不用了,好 好 我不追 因為你已經做好了 好嗎? 好,那你先聽聽 阿一在這裡 是 那這裡 第三題 我們先回到上次 他問一下運動的時候 交感神經是怎樣 令到心的輸出量會改變的呢? 心的輸出量改變是因為 交感神經是活躍一點還是沒有那麼活躍? 越來越厭 或者越來越… 差 阿一 上次計 越來越厲害,是因為膠金神經,它越來越活躍,還是它越來越不活躍? 活躍 越來越活躍,首先我們說,這個心輸出量,它一直有一個上升趨勢 就是因為膠感神經,變得更活躍 如果是熱的話,可以先開房間 不知道有沒有另一個同學繼續來 有沒有東西寫很悶?給我一張紙,好不好? 我可以 好,膠感神經活躍一點,於是它會分別刺激哪些地方呢? 劉永森,你講一個? 其實有兩個地方 我先講神經控制,如果是神經控制的話,是直接刺激哪一個地方? 腎上線 神經控制,好 好,一,你講的激素控制,沒有所謂 神經上線 神經上線,先踏一個 沒問題 好,劉永森,除了神經上線,還會去哪裏? 我們之前畫了那個圖表的 之前那一份 就寫完了,我不說這麼多 應該就知道 好,刺激哪裏? 對,豆房傑 對,豆房傑 沒有什麼其他地方的,如果要記就不會太多 好了,豆房傑 或者你知道是心機的 好了,一,腎上線會出什麼? 腎上線素 腎上線素 對,腎上線素 我現在這樣畫圖 你記得是寫一篇文的,是嗎? 腎上線素 腎上線素 又是刺激哪裏? 喂,Hermes,我上次講了這裏 你問我 嗯?腎上線素是 我寫說 然後 產生了 令它這個 心薄量 心薄量 上升了 對,心薄量上升 是因為腎上線素 會刺激哪一個地方? 哪兩個地方? 我可以看一看 寫了在這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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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錯了 吱家 明白 因為他們是刺激 vs 棉鶯 就是刺激起 forte 即是可以令到心博率上升 心博率上升之餘,有刺激心肌 刺激心肌,令到甚麼會上升? 它測得很緊,收縮得很緊 除了心博率,你記得心輸出量是由心博率和另一件事成為一齊計算出來的 我叫做心博 刺激心肌,連心博量都升了 所以兩樣都在一起,令到心輸出量升 你經過這套圖,你之後就寫一篇文 我想問你可否幫我看一看 我寫了一篇 我拍照給你 我待會下課幫你看 現在就,你先發給我吧 你先給我吧 OK 好,我們落到下面了,第四 第四就是問甚麼 她說,為甚麼這個人做劇烈運動時,產生的尿液量會比平常少呢 這個根本就是上一課水份調節要你回答的東西 好,那一開始,阿壹,第一句,你回答了甚麼 我啊 我寫說劇烈運動時會排汗 即是水份散發很大 然後就會令到這個血液的水勢下降 沒錯,那我先寫了,逐個逐個來 那你劇烈運動時會排汗的 可否告訴我排汗的作用是甚麼 散熱 對,身體散熱 但我沒有寫到 寫完吧 好的 因為你應該要知道這件事 身體散熱的用來 好了,之後就是 剛才你講了 就是 水份在身體喪失 水份的喪失 就會令血液的水勢下降 你在街上嗎? 為甚麼有車走? 嚇我? 是啊 沒有,我在家嗎? 我聽錯了 因為我聽到一些東西走 那就肯定是你聽錯了 好吧,好吧 好,劉永生可以告訴我 水勢下降之後會刺激到 在哪裏 刺激神 他刺激腦的,腦的在哪裏呢? 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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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接收到 抑壓感受氣,然後垂體 對,垂體 垂體受刺激,它會出一些東西 可能它會出些什麼? 對 於是它會刺激更多ADH的分泌 本身也有的,但現在更多 更多 好了,更多 之後的幾句,根本就是 每個人都這樣寫 阿一,可否再說下去 現在更多ADH 於是,在腎的哪一個位置 會有些反應呢? 雜尿管壁 雜尿管壁會做些什麼? 它水的透性會增加 然後 就會有更多水 就直接滲透 重吸收回血液 滲透還是重吸? 滲透才重吸收 對 主要是重吸收 滲透也有 好了,最後你就會說 最後一句 多了水重吸收 之後 尿液就 於是 在這裡 少量濃縮的尿 尿液量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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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應該上次我們做了很多題目 每次都是這樣 完全是 非常完美的答案 那就會說 加多一個 腎原的雜尿管壁 對水的透性增加 對水的透性增加 下一句你一定回答 我會接受 調大比例 調大比例 因為我們在說比例 如果調大比例 我會比較接受 調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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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的水份 是重吸收了的 最後結果就是 尿液量少了 整個完全大同小異 那篇排 根本我看到的 全部都是這樣 好 那我們呢 有沒有問題 阿一 阿一 可不可以 幫你回答我 我拍完給你看 對 你給我 我待會再看到 好 下一條題目 下一條題目 是第二份 我會再印給你 如果不是很慘 你不要坐在這裏 好 那就是上次 有講過 上次有講過這張圖 那你現在把它分開不同的區域 好 好 那如果 那如果 如果你看得清楚,這條跟我們之前做的差不多 他都是問一下,究竟心法是怎樣會有變化,怎樣會開山 你應該會懂得回血壓,一起看看 這就是健康青年靜態的時候 這裏顯示了兩次心動周期,左邊心臟的血壓 好了,時段J,無論J,K,英文也好,上次我們已經分好了 J當時告訴你,左心房在舒張期,可否描述和解釋心房 血壓在這個時期的變化呢? 以及這個變化,怎樣令心房又有變化呢? 改成了 這裏不是我的提示,是他的問題本身提示 血壓的變化是跟心臟的血流有關的 這裏不讓你提示,我也在這裏講過 好了,那就一開始了 心房這個時間,是有什麼變化呢? 我們一起看這裏 我們一起看這裏 是,即是他在上升血壓,還是剛? 是,我們先回答 心房,血壓在這裏上升 上升,是因為收縮 好,收縮 於是,血是由哪裏流去哪裏呢? 不是,血壓在上升,我不是在收縮中 我看錯了 他為什麼血壓會上升呢?應該說,他不是在收縮中 我看錯了 在這裏 在這裏 應該說是 哪裏入血,入心房,令到血壓升呢? 心室入血,入心房嗎? 反過來 心房去心室 心房去心室 如果是心房去心室的話,應該是 中間有些反正在開 我們現在看看這裏發生什麼事 你記得這張圖的話 是有血流的 我們先看看這裏 可能可不可以告訴我 如果在這裏發生什麼事? 噢,一樣 差不多 你們兩個維修 立心房去心房去水 即是在這個時候,心房和心室的血是不會通的 因為現在心室的血是在去帶動物 那如何解釋心房血壓? 那些反會生,但是你知道 心臟的血管不會有反而生 因為心房的血管不會有反而阻止它 好了,如果是左邊,哪一條血管是回心房的? 這個是中四那時候學的,很久了 我畫了心,心很難畫 你要留一些洞給它,即是麻煩髮 行了,有一個位置,這裡有上去 好了,算了 這裡有快反了 好了,應該通的,這裡神經病 好了,有些血進來這裡 這個是左心房 那這條血管是什麼? 是靜脈 是靜脈 什麼的靜脈,它從哪裡回來? 肺靜脈 那為什麼心房血壓會上升? 因為這個時候,血液從哪裡落入心房? 是 是 血液的流動是由肺靜脈流入心房 所以就算了,不是收縮 這個 我問你了,這個星的時候 不是心房收縮 而是心動周期 哪一個階段? 我說這個 就是我們上次俗稱的第三區 心動周期的哪一個階段? 我們說了三個 有什麼? 有心房收縮 然後有心室收縮 然後有舒張 這三個之中 哪一個是在這個階段發生的事? 三 第三 就是 舒張 舒張 是嗎? 舒張 如果是心動周期 舒張,她這裡告訴你 心房是舒張期 但是心室呢? 心動周期 有哪一個階段 我們有形容心室的? 第二 不是 但是 好像第一 就是一開始 很亂 我寫出來 一二三 心房、心室 然後兩房齊 沒錯 心房收縮 但是 你知道現在不是心房收縮 因為她不是在吸血下去心室 對 第二 是心室收縮 第三 是舒張 這個時候 你看到心室是在吸血下大動物 剛才Colin說了一個方向 這個時候 其實就是心室收縮 是心動周期 其中一個階段 第二階段 對 對 現在正在吸血下大動物 對嗎? 好了 因為她是J 她跨越了我們的第四、第五區 即我們上次的圖 第四、第五區 你們記得 我要寫下去 一開始 心房 整個星 我們寫了 因為有血 有肺動 靜脈 流入心房 好了 到了 進入第四區 即是 有個這樣的點 然後再到哪裏 第五區 第五區 歪了 我們 下回去 我們是 還是 去你的心房 心房 去到哪個時候 她的壓力 是大過心室的 在四這裡 還是這裡 林靈芯 這一點 想像是C點 這是D點 你就這樣看吧 血壓 什麼時候 去到哪個點之後 心房的血壓 是大過心室的血壓 是的 去到D點 於是怎樣 去到D點 這個 當心房的血壓 它大過心室 它會說到心法 於是哪個反應 會做出反應 Colon Colon 當心房的血壓 大過心室 即是D 那哪個反應 會做出一個動作 我先說開 哪個反應 會開的 哪個反應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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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就會迫開了這個二尖反 好 二尖反開了 阿壹 於是血流的方向由哪裏 流去哪裏 好厲害 是 這樣吧 是血流去心房 心室 之間 現在去開 即是我們想要的血流方向 現在我們想要的血流方向 就是 由心房去心室 還是心室去心房 所以二尖反應 那科 心室去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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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心房去心室 不是 那些東西很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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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室去心室 心房去心室 對 心房去心室 那些東西很混亂 他們混亂 你們看上面的圖 你是這樣看的 剛才林詠琛也說過了 不知是否我的精神不足,房間和膝蓋會滑血 明白的,明白的,不要緊 我忘記了心房心室在哪裏 不要緊,你看看血壓差 現在心房大於心室 很明顯心房的血就會流去心室 於是怎樣想起血壓問題 心房的血流去心室 變相什麼? 裡面的血壓越來越低,因為血離開 所以心房這個時候 就下降了 就是這兩個部分,它上來寫 J,它跨越了兩個 心動周期的階段 每個2分2分2分 去到下面了 它就寫出左心房在時短K 我的時短K在這裡 它的狀態 這個狀態和左心室的壓力在同時期的改變有什麼關係 好,我們先回答 好,我們先回答一部分 左心房在K期間 劉榮森 我們先回答一部分 你看它不停升 它也是心動周期的一個階段 就是… 誰收縮? 對,心房收縮 對,心房收縮 心房這個時候是收縮的 好了,心房收縮 於是左心室的壓力 你看到左心室的壓力 它是一起升 還是跌了? 對,左心室的壓力也是在升 我先寫左一點 左心室 壓力也是上升的 好了 上升了 那是有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心室的壓力會一直升呢? 跟著左心房的收縮而上升呢? 是的,進去就會令到心室的壓力 是的 但是血流的問題 因為有血流 由心房 去心室 於是血流的壓力就升了 好像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有上次 林永昇,你不在 你說的表 我明白 不要緊 我拍印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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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你不太懂 你不太懂 撈亂了 好 阿壹,好嗎? 阿壹,好嗎? 先撈一撈 撈一撈 好 我們去到後面 它又在問時期 M和N期間的狀態 在左心室 我想清楚 心室和心房 應該分到 中四時已經分了 好了 現在講到心室壓 心室M和N 在M的時候 心室的血壓是高還是低? 心室 心室 很高 去到N的時候 低了 所以 M的時候 心室的肌肉 在做什麼? 心室是收縮 我寫 M是心室收縮 相反 N是什麼? 阿壹 N是 書章 心室 誰書章 N是 心 推推 他這個題目是針對了心室 所以我會寫在 心室 心室 寫在心室的書章 好 下面 他這次不是問左邊 他問右邊 右邊在同一時期 他又會有什麼變化? 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好 你知道心室 右心室的心肌比較厚 還是左心室的心肌比較厚? 對 左心室的心肌比較厚 即是怎樣? 他可以收縮得有力一點 相反 右心室 他收縮得沒有那麼有力 於是你想一下 他的壓力變化 會比較大還是比較少? 柳榮森 對 他變化會較少 因為 為什麼? 右心室 的 腸 右心室的 腸 右心室的 腸 右心室的 然後他問L L 現在大動物壓力的變化又形容一下 這個變化 啊 打錯了 打多了 對不起 這個變化呢 與左心室的狀態呢 血流有什麼關係? 再講一下表 根本就是一直在分析 我們看看L的時候 L大動物是血壓上升還是下降? 大動物 上升 先寫了 大動物的血壓上升 因為什麼?為什麼會上升? 我寫了這個 為什麼大動物血壓上升? 它會收縮嗎? 由心室流到大動物 流到大動物 這個壓力會迫開哪個反壓? 半月反了 半月反了 半月反開了 看看 是因為 心室的血壓 大動物的血壓下降 給大動物的血壓高 為什麼大動物的血壓下降? 因為 心室的血壓下降 因為 心室輸了 但是大動物的血壓下降 但是大動物的血壓下降 為什麼大動物的血壓下降? 好 最難 知道 神經病 姐姐 men 因為血液帶動物流走 因血液帶動物流走 心室有沒有血液帶動物流走 沒有,原因是減少血液帶動物流走 數是多的 有血液帶動物流走 血液帶動物流走 血液帶動物流走 door pick one 通常去血液帶動物流走 血壓比又是半分 下面這個講了 血由哪裡流走 半分,不知道為什麼肥肉可以一分 我們講一下,半分半分 4.5就是流走 不知道為什麼 1,2,3,4 5,6,7,5 GSC沒有那麼斜,沒有什麼半分的 下面,如果有個人 他跑了一段樓梯 心動周期的壓力讀數頂峰和頻率會有什麼變化? 阿壹,我問一下,他的頂峰會高了還是低了? 高了 高了 頂峰 變高了 好,劉應森 那頻率呢 頻率會默了還是疏了? 頻率會默了還是疏了? 頻率 頻率 頻率默了,增加 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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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後來,我休息 要不斷吸氣 我還什麼? 還什麼? 是,還要還陽債 那陽債整張圖 又要知道 書有了,不記錄 就沒有畫出來的 我就想趁這個機會畫,我給你一張紙 你也拿一張紙出來 你應該不看書也見過 其實做運動的時候 我們有個表 Y軸的屬性 Y軸是一個 養給入量 不好意思 你試試看 是嗎? 因為現在你不太看得到 先看 我關掉它再開播 我的眼 我變成螢幕包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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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我很需要我那個住場的IT 因為很麻煩 因為很麻煩 可以嗎? 之前都沒有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這樣 停止分 啊!我要用這個時候 它會這樣做 好 好 不要緊 看看可不可以 找到另一個位置 切換 然後 比我的樣子很大 不好意思 看看我可以 調整一下 暫停 調整一下 鏡頭 記得了 很棒 看到了 不好意思 我們繼續 好了 Y做是養呼吸 換養吸入 不好意思 下面就是時間 現在還是努力 當做運動 我們平時休息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特定養吸入 現在要遷就一下 我稍後教它 休息 或者是靜止 我不想休息 靜止的時候 即是我們現在這樣 我們也有養吸入 好了 突然間我要跑了 跑的時候 然後 它是不斷升的 它是不斷升的 有些矮 我應該說高一點 你可以說高一點 你可以說高一點 我們做運動 是有一個 我們需要的 有多少樣子 我們需要的樣子 需要的樣子 因為你剛剛做運動 你是不可以馬上去 於是 就是這樣 不斷上升 好了 那中間 這些位置是什麼 等一下說 但是 這裡 就是我們 吸入的養量 運動 運動的時候 我設定 這是運動 這裡是運動 一直升 升到它 我可以拿到水養量 好了 接下來 很累 先休息一下 那我就去到第三個區域 那個我們叫做 灰伏期 好 剛才我說 這裡 有個意思 這裡 其實是我們 所謂的 缺氧量 我們究竟 去到 水養量 還有多少 缺氧量 這些 會 好 那我先去 因為 這個 我們基本需要 有多少樣子 整個身體 好了 恢復期 恢復期 就是這樣 咬回來的 長一點 咬回來的 咬回來的 那 就回去 我們靜止的時候 我先做 靜止時的 吸氧量 好 那 這些是什麼 來的呢 為什麼不可以馬上去靜止呢 可能 剛才你說 我們要做完運動 要還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的養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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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試過 為什麼不是 他會放在核心部分 他就是放了這張圖 在那裡問 那個是選擇題來的 四張圖 他說 運動的時候 吸氧量 那個圖表 會怎麼走的呢 那條線 他有些是 一提是 問了很多人 他是 吸氧 是掉下去的 開始 運動的時候 是掉了 你有笑嗎 很多人回答那個 這個 當然 掉了 為什麼 不是做缺氧嗎 缺氧呼吸 運動就是缺氧呼吸 用什麼 不需要 沒有 不會的了 就這樣 類似這樣 然後是死了很多人 因為答案就是這個 當你做運動的時候 你會越吸越多養 但是為什麼我做缺氧呼吸 因為缺氧呼吸 它的作用是什麼 有缺氧呼吸 為什麼缺氧呼吸 的作用是什麼 有缺氧呼吸 為什麼缺氧呼吸 要存在 因為沒有樣子 還是 好像 要多些 爆發力 那些 爆發力 沒有去到太遠了 太遠了 為什麼我需要缺氧呼吸 我真的不記得 缺氧呼吸 是很差的 本身缺氧呼吸 出了38個ATP 大約 缺氧呼吸出了多少ATP 兩個 這麼沒有效率 為什麼 這個世界要容許它存在 因為 當你缺氧呼吸 支持不到 你能量需要的時候 缺氧呼吸可以給你什麼 能量 能量 什麼的能量 它是給了能量的 但是 你需要 額外的能量 它是供應 額外的能量 所以怎樣 不可以只缺氧呼吸 去做輔助的 那些 你需要 額外的能量 那些字很醜 對不起 供應額外的能量 所以 它是和缺氧呼吸同時進行的 我們就是因為身體這麼需要這些額外能量 才願意花時間給人 好了 那我們做缺氧呼吸 我們是有些代謝廢物的 那些代謝廢物叫做缺氧呼吸 好像有車似的 我不知道 缺氧呼吸 有什麼是會製造出來的 代謝廢物 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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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很複雜 現在我們在說中四的東西 好了 乳酸 不會出乳酸 等一下有個題目是關於乳酸 好了 乳酸 它的量是怎樣的呢 我當這裡是乳酸量 同一條 我放在同一個圖表上 但你知道我同一個顏色 乳酸量是怎樣的 當你做運動的時候 它會一直升 還是會一直跌? 阿壹 我問一次 乳酸量 在圖表上 我是這樣上去 還是這樣下去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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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到什麼時候呢 通常你看到 它是一個直 不斷的 大約是這樣 沒有實際的數字 但是要留意的是什麼呢 如果你畫的時候 或者看到 選擇題 就好 它會升到 恢復期一段時間 都還沒掉下來 一直升上去 不一定交叉 我畫得很壞 即是會伸出去 嗯? 即是會再繼續上去 升到某個位置 什麼時候下跌呢? 恢復期 某個位置 你養債是差不多 你就可以把它 怎麼樣 我們吸氧 可以為了 將乳酸做什麼 劉永森 排走 排走之前 我們不可以就這樣排走它 我們就把它拆件 我們有兩個字 很漂亮的字 對 分解 這裡要分解 平時有乳酸 你可以這樣說 所以它一開始都不是零 你這樣想 等一下有張圖 就大概是這樣 但是因為我沒有實在 我放在同一個圖表 你這樣說 平時 平時你通常都是衰陽呼吸 但是 因為我們現在學的 全部都是理想的情況 當然你可能再學深一點 人間不太簡單 這個世界很複雜 但是 我們由簡單的開始 我們先不要想太多 我們想著 很簡單的 總之乳酸 一開始是沒有的 是因為做 缺氧呼吸 開始 要練多 我可以告訴大家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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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它會有跌下來 然後去到一段時間才會跌下來 就是這樣 我為何要這麼說 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想你們做一做 我們有個每張測驗 每張測驗 第十二題 你沒有 我只是補充 我只是補充 拿回每張 我現在都拿回每張測驗出來 謝謝 第十二題 找出來每張測驗 第十二題 你看到我剛剛畫的表 他寫完休息時、運動時間、運動後 這個時間 你應該認得這個樣子 總之一開始上升 是很頻密的 這叫幾號 給他一點時間 慢慢下來 第一個 他問 運動後養吸取的速率 回復到正常水平 需要的時間 我們叫回復期 回復期 我們剛剛寫了 可以看一看 回復期是多久 給你一點時間 看一看 應該就馬上看到 哎呀,能不能接到 回復期 對,回復期 十分鐘 回復期 回復期 你找到多久 回復期 剛才畫過 應該 回復期 回復期 有幾多分鐘 八分鐘 好了 你剛剛看完圖表 是不是 我們看回圖 剛剛 剛剛 樱頂頂頂的位 就是 運動期間 完結的時候 所以 祝回復期 時候 運動之後 lakes 功夫 我們是所謂的恢復期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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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找頭尾吧 你找頭尾應該就是運動期間 是頭尾吧 好,恢復期去到哪裡了 就是回到我們靜止時的養給入糧 哦,就是 所以你就會找到是多少分鐘 好,後尾十四減七就是七分鐘 持續到七分鐘 好嗎? 好 我們時間有很多,做多題了 除了養吸取的速率 血液乳酸濃度在運動期間也有改變 運動期間人體是用什麼過程產生了預算 缺氧呼吸 或者無氧呼吸 有些人就是缺氧呼吸 好,上圖了 可以畫一條曲線嗎? 不一定是曲線的 直線 畫一條線 顯示運動期間和運動之後 血液的乳酸濃度變化 現在 看看你用紅筆也好 其他色的筆也好 畫一畫 究竟 乳酸在平時 濃度 接著去到運動的時候 會怎樣去升 跌 或者畫一條線出來 如果要紅筆 或者顏色筆 可以借 要不要 還是想要紅筆 去到達 好 對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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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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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